如何正确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常识 请举出三个应相信常识而犯下的错误的例子 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常识需要细致入微的态度 虽然常识可以为应对日常情况提供实用指南 但认识到其局限性和潜在偏见也很重要 以下是如何正确看待社会生活常识 一、承认其语境性质 常识是由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塑造的 在一种文化或社区中被视为常识的东西 在另一种文化或社区中可能并不成立 认识到常识并不普遍 而是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和观点 二、保持批判性和反思性 虽然常识可以为决策提供有用的启发 但批判性的评估其在不同情况下的有效性和相关性至关重要 质疑常识信念背后的假设并考虑其他观点 三、考虑不同的观点 认识到常识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认同的 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可能因其背景 经历和社会地位而对什么是常识有不同的理解 拥抱思想多样性 吸收不同观点 以获得对社会现象更全面的理解 四、仅防偏见和刻板印象 常识信念可能会受到偏见刻板印象和成见的影响 请注意常识如何使有害的叙述长期存在或加剧不平等 挑战刻板印象 积极努力消除自己和他人的偏见 五、补充经验证据 虽然常识可以为日常问题提供直观的解决方案 但用经验证据和批判性分析来补充它也很重要 仅仅依靠常识而不进行实证验证 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或误导的行动 六、保持学习和成长的开放态度 认识到常识不是静态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 保持开放的态度 学习新的观点 更新您的理解 并根据新的信息和经验完善您的常识 这里请看三个由于相信常识而犯下的错误的例子 一、假设相关性意味着因果关系 常识常常使人们相信 如果两个事件经常同时发生 那么其中一个事件必定导致另一个事件 然而 这种假设可能会导致错误 例如 有人可能会观察到夏季月份犯罪率和冰淇淋销量增加 常识可能表明 更多的冰淇淋销量会导致犯罪率增加 然而 真正的因果关系可能是这两个因素都受到天气变暖的影响 而不是直接相互影响 二、忽略统计异常值 常识可能表明异常值只是异常现象 可以忽略以支持大多数数据点 然而 这可能会导致判断错误 例如 在金融投资中 假设过去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并忽略异常事件 可能会导致在意外的市场崩溃或繁荣期间遭受重大损失 三、刻板印象和偏见 常识通常依赖于对人群或情况的刻板印象或概括 然而 这些刻板印象可能是不准确的 并会导致有偏见的决策 例如假设所有老年人都不懂技术 可能会导致忽视该人群的用户有好型技术解决方案 而实际上 许多老年人都非常精通技术 这可能会导致错失创新和包容性的机会 通过以批判意识 对不同观点的开放态度 以及对寻政推理的承诺来接近常识 您可以更有效 更合乎道德地驾驭社会生活 容疆 合书 合� outra